土波金藏族的祖先 最初散居在金青海一带 以游牧为业 随着水草的涨势而不断迁移 其中发枪、唐茅、牦牛等部 先后进入经西藏地区 到南北朝末期 枪人在西藏高原的中部和北部 建立了苏皮国 牦牛部在苏皮的南面 建立了土波国 土波王称赞普 意思是雄强的丈夫 以三十二世 土波王松赞干部 统一了青藏高原 这时正是唐代的贞观之质时期 唐帝国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 大大增强了边疆各民族的向心力 为了加强与唐王朝的联系 松赞干部多次派出使臣到长安 向唐太宗请婚 经过许多周折 唐太宗终于同意将文臣公主 许配给松赞干部 文臣公主是唐太宗的侄女 为了唐朝和吐蕃的友好 她毅然辞别父母 离开长安 不辞路途遥远 甘愿嫁到青藏高原去 这段不寻常的汉藏婚姻 后来被编成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传说 一直流传到今天 唐贞观十五年 即公元六百可年轻一时 太宗唐帝江夏王李道宗 奉太宗之命 持节悟送文臣公主入众多 文臣公主还未出发 唐太宗先派人 在青海南部的河园 专为公主修建了一座行宴 以便让公主先适应一下气候 从长安到河园 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路上无数的官民 都为文臣公主 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 文臣公主出嫁的消息 为了解除公主旅途中的疲劳 他们在沿途准备了 马铁 牦牛 船只 食物 和饮水 以表达他们 对公主到来的喜悦之情 文臣公主到吐蕃后 经常把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 介绍给吐蕃人 松赞干部 于是多次向唐太宗上书 从唐朝请来养蚕 酱酒 水墨 造纸 笔墨制造等工匠 用优厚的待遇 供养他们 文臣公主 也促进了吐蕃文字的发明和完善 文臣公主 劝松赞干部设法造文法 并用新创造的吐蕃文 翻译唐朝的佛经和儒经 加强了唐波两地文化往来 文臣公主 文臣公主和亲时 还带去了一个乐队 这个乐队的乐器 已来拉萨大昭寺比 绝大多数是弹波乐器 制作精美 色泽鲜艳 这些珍贵文物 已经保存了一千多年 成了唐波兄弟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唐贞官驾崩 松赞干部特派使者前往长安吊丧 并贡献出十五种金银珠宝 放在太宗临坐之前祭奠 唐高宗 封松赞干部为驸马都尉 西海郡王 自文臣公主与松赞干部联亲后 唐波之间十分亲善 此后三十年没有动过单个 如今在西藏大昭寺内 还供奉着文臣公主当年带去的金佛像 此外还有一棵据说是他与松赞干部亲手摘下的柳树 藏族人民一直在纪念着这位 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他们的唐朝公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投赞干部亲自告